哈囉 今天老謝又要帶各位來到一個非常有趣的地方來旅行 這邊是哪裡呢 有沒有看到我後面有非常有趣的建築 對 沒錯 這裡是土樓 這裡就是位於福建的漳州市的南徑 那這邊據說是很多很多那種拍車場景 那叫什麼 雲水窯 我們等一下帶各位來看看 這邊是屬於客家文化的一個非常大的土樓 據說這邊會有非常多好吃的水果 等一下帶各位來看看 這菠蘿聽說很甜 對 香水菠蘿很好 那我兩個菠蘿 這兩個才五塊耶 超級小 超級好吃 聽說 第一次來到福建漳州 從來沒有來過 感覺這邊好像還蠻好的 而且我看了一下地理位置 大概是在靠近這個 好像離梅州也沒有很近耶 然後我在想說 福建這邊蠻靠近這個廣東 梅州也是客家地區 可能這一大片都是吧 特別的有意思 非常的棒 有沒有看到我這個後面 這個土樓真的是好厲害喔 據說呢 土樓它最原始的一個建築功能就是防禦 但是呢 其實呢 我們可以從整個土樓 來了解就是它客家的一個 就是算是族群的遷徙吧 因為我們知道呢 就是客家族群呢 它最早是從這個北方 河南的洛陽然後遷徒下來 當然是當時是為了逃避戰亂 那但是後來呢 等於算是就是現在算是一個 世界文化遺產吧 所以那個看到土樓就會覺得 特別的興奮 今天第一次來到了南靜土樓 懷遠樓是保存較好的 中國傳統民居建築 這裡是位於福建省南靜縣梅林鎮 的坎夏村東部 第一次要來參訪土樓 心情真的是十分的激動啊 我們呢現在呢 進來土樓了 這裡真的是非常的有趣 感覺一進來呢 就彷彿好像感受著客家人家 他們這個平時的一個生活的一個 起居的情況 據說這個南靜土樓呢 它是建於1905年到1909年的時候 算是保存最完善的雙環圓形土樓 而且聽說它的工藝是最精美的喔 哈囉 我們現在位於這個土樓裡面進來 然後呢進來有沒有看到這個一樓的部分 這個土樓的結構其實還滿有趣 就是說呢一樓通常呢 就是都作為廚房使用 因為這樣子進出也方便嘛 那當然因為呢 就是說土樓它整體是用土的一個 就是算是比較大自然的一個 就是木製結構來建成的嘛 那所以呢其實呢在一樓的時候為了要就是防禦 防禦外敵呢 所以一樓通常是沒有窗的 那一樓是作為這個就是廚房使用 二樓是作為什麼 二樓呢就是作為就是放一些糧食啊的一個就是倉庫使用 那直到三樓呢 才是就是當地的人居住的地方 然後呢三樓呢就是說 開始就是會有一些些窗 然後這個窗呢就是活動 所以呢據說 因為這個結構非常特殊 所以呢會讓人覺得 有冬暖夏涼的感覺 然後好像進來都不用開空調還滿不錯的 懷遠樓在2006年已經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頒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而且還是不可移動文物喔 第一次走進來客家土樓 欸我覺得裡面其實還滿舒服的 我們在這個一樓逛一逛其實也是可以很明顯 看到就是說現在這邊當地的距離呢 結合這個文旅的概念 然後呢會把這個一樓原本作為廚房的地方 然後改建為有一點就是當地創意事情吧 這邊啦可以就是售賣一些就是當地的一些有趣的文創紀念名 這裡呢本來是傳統民居的建築 結果現在呢全部都變成創意市集了 欸實在是非常的有趣呢 不然我們來找一下這裡人聊天好了 大哥我想問一下就是你們在這邊就是這樣擺攤通常都是賣到什麼時候 每天嗎 每天都有客人就有在這邊買 每客人就沒有了 所以就是主要是在假期的期間可能會比較多人 是是平常比較早 那這邊平常白天都到幾點結束啊 白天到天黑 大概五六點嗎 天黑就沒人住 那早上呢 早上一般人起來早就 起來就早 就八九點嗎 不用啦有啊 天一亮就有人 天一亮就來這邊就開始擺這些就是市集的東西 就是市集的東西 就市集樓上啊 所以你們現在是大概幾樓以上是住宿的地方啊 三四 三四樓是住宿 然後等於算是一樓都已經變成觀光的一些地方 對 二樓放糧食什麼東西 二樓放糧食一些 哦 兩九十 三樓四樓睡覺不適合 那這邊會不會很吵啊 譬如說遊客很多的話 很吵 很吵 那沒辦法睡覺怎麼辦 沒辦法被你習慣啊 哦 開發器具就這樣 沒辦法 那等於是你們這邊是你們本來自己的 這邊是信檢嗎 就是自己的 算是自己的就是家族的房子 然後租給政府嗎 對 現在政府不所謂租啦 現在政府有在開發 哦 等於是政府開發的話 那他們會給你們補助款嗎 一間幾百塊 一間可以給你們幾百塊 然後就是讓你們在這邊做生意 然後增加收益這樣 哦 謝謝 那還挺不錯的 還賣這些茶 我們自己做的茶 這些都是自己做的 對 哇 就那個春茶和青茶 剛才呢 就是跟就是 後面這位大哥聊天 然後呢 他就有講說 其實呢 就是政府還挺好的 就是跟當地的居民合作 讓他可以有一些些就是 更增加當地的經濟收益 同時可以對於土樓呢 有更好的一些開發 或者是保護利用 那這是我覺得 欸其實當地的政府做的非常好的地方 那也是呢 對於我們這些遊客 外來遊客非常受益的地方 可以了解就是這個土樓的一個 客家的等等的一些些文化 包含最重要是這個建築藝術之美 真的是家家戶戶都在做生意耶 欸請問一下你們是不是平時都在這邊煮飯啊 就是現在還是都在這邊煮飯 那會不會遊客干擾到你們很麻煩啊 以前是裡面拆煮 以前是裡面會比較 拆煮 喔 那現在都是在外面 現在這個外面就燒店了 喔 這個不停用家裡面燒 就是要在外面燒 喔 因為現在是 因為現在是 喔了解 這樣挺好的就是 遊客會帶給你們更多的一些經濟收益嗎 什麼 就是遊客會讓你們更加多賺錢嗎 在這邊 多賺錢啊 喔 以前有 很多賺一點點 現在沒有 現在疫情的關係 是是是 謝謝 疫情是沒有賺錢 謝謝 人不多 現在算人不多 喔 人少 喔了解 跟這裡人聊完天之後呢 覺得他們都蠻樸實的 我們再繼續逛逛吧 這麼大的一個土樓 其實說實在的 這個土樓的建造工期 其實還是蠻久的 據說一般要花兩到三年的時間 才能完工 甚至如果比較大的土樓呢 還要花數十年的時間 才能去把它建成呢 土樓的新建 其實也是非常富有抑鬱特色的 像他們這個建築特色呢 其實是柔鏡的人文部分 比如說呢 我們可以看到天地人三方 結合的一個縮影 這裡呢 大部分都是一個大家族 來居住的 走進懷遠樓呢 我們可以就看到 中間的部分呢 是一個祭祀祖先的祠堂 還有族人舉行活動 重要的場所 這裡居住的大家族 是檢氏大家族 其實土樓是非常的堅固的 而且呢 據說它可以防風防水 又防地震喔 剛才講到這裡是族人 祭祀的空間 中間還有尊觀世音菩薩 是被大家供奉著 據說客家人把觀音 龍神跟趙君 都作為他們的守護神 也非常凸顯了客家民間信仰中 佛道交融的一個表現 真的是覺得非常的有趣耶 我們現在呢 就是參觀完土樓呢 要去這個附近的博物館 帶各位去逛逛 看這麼美麗的稻田 真的是太舒服了 今天呢 就是一個非常 天氣很熱很好 心曠神意的一天 就像是呢 老謝呢 今天穿的這個藍天的衣服 然後呢 就搭配這個後面 非常漂亮的藍天 有沒有覺得心情特別的好呢 終於走到國務館的園區了 我們趕快帶大家來這邊逛逛吧 OMG 他真的長得好好笑喔 現在我們帶大家來這裡的地方呢 他是福建土樓之光的文化園喔 福建土樓呢 已經被列入為世界遺產名錄 和國家5A級旅遊景區 欸你們知道嗎 就是走在這個土樓的周邊啊 欸我真的覺得就是 儘管天氣熱的話呢 欸這個土樓真的是 讓人覺得 不過非常的熱耶 就 有那種恆溫調節的作用 感覺真的是非常好 居民都非常的努力在做生意呢 這些水果看起來也好好吃喔 來土樓這邊感受呢 真的是覺得 感覺特別的好呢 等一下呢 我們就要帶大家進去博物館裡面 有一個更深刻的體驗喔 欸有看到後面這個樓嗎 這個樓呢 中心樓就是我們要帶各位去逛的這個博物館 那我們趕快進去吧 這座中心樓呢 它整體呢 是有四層喔 而且還有三個瞭望台 它是屬於一個比較偏向方形的樓 現在改造為博物館 所以呢 我們在這個中心樓裡面呢 就可以感受到這個關於土樓營造的一個記憶展示館啦 或者是體驗這個客家土樓夯圖的一個體驗 裡面呢 還有非常多客家土樓的一個文化展覽區 我們現在呢 媽媽就是走這個樓梯上來到這個 土樓的至高點 雖然呢 沒有辦法在這個 就是說 土樓的民居樓然後體驗 不過我們現在在博物館 可以好好來體驗一下 就是到這個土樓最上層呢 感受一下下面是什麼樣的風景 這座中心樓呢 是整個福建土樓當中 唯一可以登樓拍照的喔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進去裡面 看這個客家民居他們的臥室 還有這個窗洞 或者是土泡 欸我們這樣子就是沿著這個 就是博物館的那個周圍啊 就是這樣繞啊繞啊 喔真的覺得這裡好棒喔 這個下面的view真的是超級好的 而且裡面呢 因為它是就是木頭結構 所以會讓我覺得欸其實還蠻涼的 就是不會覺得說欸如果今天天氣熱的話 你就不會非常的熱 就還蠻好的 所以說這個感受真的是很深刻耶 土樓呢它真的是冬暖夏涼欸 而且呢它不僅抗颱風抗地震 還會抵禦外來的一些敵人入侵喔 啊當然現在已經沒有 全部都變成景區了 還有這個窗戶超級有趣的 欸我覺得土樓窗戶真的是很小欸 但是他們說其實呢為什麼會弄這麼小 就是因為為了要防盜 好囉我們現在呢又到了一樓了 一層呢其實有蠻多東西都可以看的 欸這個好可愛喔 欸有看到後面嗎 竟然有三太子耶 OMG真是有趣呢 其實三太子呢它其實也是閩南的一個民間信仰的神靈喔 當然是因為在台灣媽祖繞境呢 讓三太子成為了電音三太子爆紅 我們現在呢看到這個錐形的台子上面都放了各式各樣可愛的瓦貓 這些瓦貓真的是神態各異呢 據說呢都是用來避邪的喔 離開了博物館 我們又來到園區的這個夯土體驗區 現在來帶各位來感受一下 有看到我後面這個圖嗎 剛才呢當地的大哥居然告訴我們說呢 就是呢拿這個 有看到嗎 拿這個木頭啊然後後面這個圖 如果呢是整個一整圈的土樓呢 它竟然要夯土夯一年欸 OMG我真的覺得太厲害了 剛才大家為了逛了這個土樓的文化園區 想必呢你也隨著老縣呢 了解到一些關於土樓文化的一些內涵 現在要繼續前往下個地方囉 欸這邊真的是太美了 你看這個稻穗真的是一百分欸 喔好喜歡這裡喔 我覺得我個人覺得呢 如果你今天不是就是跟團呢 是自己來 肯定呢要花更多時間可以在這邊住個 兩天一夜吧 我覺得這樣你可以更加了解就是說 欸這個客家民居這邊的一些生活習慣啊等等 可能會對你就是對於當地的一個就是文化有更深度的挖掘 剛才呢帶各位就是方方面面逛了土樓 然後博物館參觀呢 還有這附近的一個稻田的一個就是非常美麗的風景呢 如果今天呢欸你喜歡我的影片呢 欸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分享喔 下次再帶各位去一些更好玩的地方探索當地的文化旅遊 掰掰